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的其家族 大家族就把他请去了 后来把那个布拉图学院也给他办了 他翻译了很多布拉图的东西 还写了一些书叫做什么布拉图神学啊 他讲过一句话蛮有意思的 他讲到光 美 爱 灵魂 听得懂吗 光多的东西 光多的地方就美 美多的地方就产生爱情 就有爱 有了爱的时候 一般的俗人 就把爱变成了占有 聪明人就把它变成了什么灵魂 灵魂又变成光 光又变成美 美又变成爱 爱又变成灵魂 是不是良性循环 所以这里面一种含义呢 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比占有还好 叫做欣赏 你们会欣赏吗 你们看到外面有一朵花非常美丽 你们有没有想把它踩下来弄到家里去 看到一个人很美丽 你愿不愿像丹丁那样对他微微一笑 不是就像比尔解释那样对丹丁微微一笑 可以了 欣赏一下可以了 能有没有欣赏的权利 能有欣赏权利吗 有 能有战友的权利吗 难说 对吧 所以要学会欣赏 欣赏有一种很高的情操在里面 我每次来都欣赏你们 欣赏你们的天真 欣赏你们的五重美 对吧 你们身上的天线美 自然美 能线美 四线美 还有什么美 没有了 五重美 然后今天告诉你 把五重美配上五重颜色 是不是可以画一幅画 很好看 世人从不刻意想象 只追求美丽的东西 这种美丽的东西呢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不觉得什么 但是对于那个受压抑的人 就是一种解放的福音 是吧 就是解放的福音 那世人也无法有效力 因为他总有新梦想 这句话怎么理解 你们有梦想吗 当一个艺术家心里没梦想的时候 那要多糟糕有糟糕有多糟糕 当一个艺术家心中 老有梦想的时候 他永远是快乐的 然后那个达芬奇 达芬奇是不是艺术家 算艺术家吗 达芬奇大艺术家 达芬奇大艺术家 他的画的老是画不完 是吧 他没几幅是画成的 他据说只画了十幅画 是不是 不只十幅吧 他没画很多画 而且还几幅都没画成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能力 比不上他的创造能力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创造 不断地创造 但是他动手能力太慢了 对吧 等到他刚刚去动手了 他的新主义又来了 他觉得这没意思 就等于刚刚写好一个东西 今天看看 哎呀写得这么难看 是吧 我干嘛不写得好一点呢 干嘛不重新写一篇 干嘛重新写一篇 干嘛不去游泳呢 不去游泳干嘛不去玩呢 是不是这样啊 这叫做人的工作能力 永远赶不上他的创造能力 因为他们内心中 从来就是 有不断涌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达芬奇啊 永远玩不成自己的作品 因为他的创作能力 比不上他的创造能力 而他的工作能力 比不上他的创造能力 这就是他的心啊 永远是跳的 啊 永远有新的理想 新的梦境 就像一个制作梦境的人 他内心中的那个梦境形象 一定高过他做出来的梦境 更高过最后他几个名字 拿去展览的那个梦境 所以在策定的时候啊 就会出现一种诗的流星语 八十年代初 诗歌的流星语在中国大地 十四世纪诗歌的流星语 就是文艺复兴的欧洲 出现很多诗人啊 伯加丘啊 彼得拉克啊 淡丁啊 对吧 连马加威也写诗 你知道马加威也会写诗吗 知道吗 我最近弄了一本诗集出来 还没去印 叫人翻译的 叫马基尔利斯写 所以那个时候写诗是个诗上 这古代人都写诗 现代人都会打手机的吧 手机里发短信的吧 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对吧 所以现在短信一看很没劲 短信也传到语言 你在干什么 这句话好没诗意的吧 一起吃饭好吗 这真的很笨的吧 然后短期这种形式 就是不容易写诗的 因为写诗要有诗情画意的吧 要你们的书法 书法研究生来写书法 要你们的国画来画一些画的 那么再配上几句诗 这个才有趣呢 所以那个诗的美呢 它是一种辐射性的 它不仅仅是这个东西 它这个美是很奇怪一种东西 那么这个美呢 一旦进入到人的心里呢 就会激起人的内心的光亮 所以诗各个人的交流 是一种心对心的交流 同意吗 它不是身对身的交流 它是心对心的交流 这种心对心的交流呢 有时折射的力量很强啊 我这里也写了一段 善情的话 我来读一下 很有趣 说美是诗的养料 诗却是美的想象 这诗的哲色是放射性的 有如思想 那个放出万丈光芒 反正有的人 有的时候要有激情 懂吗 人有的时候要激情 老师这么过路是太平了 每天像重复的一样 所以当老师这点蛮好的 每天可以见不同的人 是不是 每天打开电子邮件 里面有不同的信 有些骂你的 有些叫你写推荐信的 有些心里是骂你的 还是要教你做事的对吧 有些是叫你去讲演的 有些是说催命的 催命的就说你 你老说这个东西能完成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用 我们要罚款 每天要经历感情上什么的强刺激 我昨天被通知 我昨天被通知强刺激被通知 说教育部呀 教育部给了我一笔钱 他突然又要收回了 因为他他刚给我建设一个叫五年的课什么的 那五年还没没过去 只过去两年 还有三年要建设 他说你必须在这个月的月底 就是今年的年底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你必须把这笔钱用完 你不用完 我们如数收回 所以弄得我晚上一点私信都没有 我每天都在想 我明天怎么表现的好一点 对吧 来讲一些什么光爱美灵魂的东西 突然之间一个很限制的东西 马上说你不用完 我们就收回 我怎么用得完呢 这笔钱还挺大的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委屈 所以这个就是私人的生活的唯一 就是你必须既享受生命的丰富性 又从里面去提炼出你所要的美感 生活你必须要弄得比人家丰富 一个人特别单调的生活里面 他绝对不讨好 你们不知道每天能够吸收多少个信号 假如说艺术研究院是块热土的话 那么你每天应该输入五百个信号 五百个信号你放大什么信号 过滤掉什么信号 就决定你的命运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私人给我们带来和谐 私和私的美 皆来自于天然的和谐 和谐是本 是无不处于自然的本质 是那么当然还给我们带来爱 带来喜悦 带来渴望 带来真 那么这个就是讲了很多形容词 我知道大家既然都是艺术家 是最不喜欢形容词的 我们还是来讲讲有趣的东西 讲讲有趣的东西 我帮你们讲些概念 这概念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概念 叫做用私信来表达 这种有趣的东西 我们有一种语言叫诗歌的语言 有个诗歌的语言 芭蕾舞基本上是诗歌的语言 还有一种语言叫实际的语言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的艺术本质上都是诗歌的语言 我们中国的话是写艺画 我觉得很是诗歌的语言 是不是我们芭蕾舞也是一个童话故事 诗歌的语言 我们诗歌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 有没有区别 你是看到读诗歌感动呢 还是读小说感动 哪个快啊 哪个快啊 诗歌的语言快 诗歌的语言支持人心 而且通过表情 通过自己语言来表现 支持人心 小说你要根据情节来比较慢 他要那个读书读 靠情节读得 一般常没咬说读到一半了 你突然感动了 但是感动你也不会哭 电影你常常会哭 是不是 一个是间接的 一个是直接的 看书要感动 真是多情的人 我现在看书很难哭起来 做梦又是要哭了 所以我们说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是诗语 诗语的作用 特别容易叫支持人心 带来感动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从话语的角度 来分清什么叫诗语 什么叫实际的语言 但是即使在那个 艺术门类里面 也是不同的 我们比如说 有两种东西 一种东西我们叫做是 怎么说呢 一种东西我们叫做一棵树 可以吧 一个画家 把一棵树画在画面上 这种做法是什么 叫做从形象到形象 同意吗 外面一座房子 有棵树 有个风景 你把它画上来 这叫从形象到形象 当然你有点加工啊 有点提炼啊 但基本上是形象到形象 但是有一些东西 是蛮难说的了 有一些东西叫真 叫美 叫善良 可以吗 真善美善良 高尚崇高 这样的东西 你说这样的东西 是抽象的呢 还是形象的 我说你很美 你怎么说 说不清啊 你很崇高 你能画一幅画吗 叫崇高 有些主题 人类的起源 这个东西 有点像哲学 有点像精神画的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呢 你怎么把它变故事呢 你也要把它画一幅画 那么你怎么画呢 你这个过程叫做 精神的形象画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两种东西 有两种语言 一种语言叫诗歌的语言 一种语言叫诗句的语言 我们还有一种东西呢 我们叫从形象到形象 还有一种东西呢 是精神的形象画 精神的形象画 你要编故事啊 你比方说美人的故事 就是表现精神的形象画 表现人的一种真爱 爱这个东西就讲不清楚 真爱更讲不清楚 崇高的真爱 你怎么办 你要为这个概念 编出一套神话 你要在这个神话的基础上 变舞蹈动作 是不是 就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概念 变成形象画 这叫精神的形象画 一个画家把一颗书放到画面上 这就是从形象到形象 崇高这种东西 美这种东西 怎么变形象呢 就是靠精神的形象画才能做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旦编出来以后呢 它还是诗歌的语言 属于诗的范畴 那种情况下呢 它特别能够打动你的心灵 刺激你的心灵 也许说打动不如说刺激你的心灵 假如芭蕾舞艺术里面 没有这样一种成分 它就不会那么永恒 它就很 很会被人遗忘 为什么我们看那个芭蕾舞 看了一遍还有一遍 因为它有点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不白不直白 看小说我们一遍 看了以后不想看第二遍 为什么 我们全部领悟 没有什么遗憾 所以它这个东西有一点什么 有一点要你去回味的 是不是 那就回味的 它永远搞不清楚 天下最奇妙的东西叫做 只可议会不可言说 是吧 你们说一幅画也是这样 一个国画 那奇妙是画的对虾 画的不是对虾 画的虾 这个虾就很耐看 对吧 是很耐看 今天看 你们说像我这种人外 就是虾 那什么是虾呢 这是艺术加工的虾 这是体现着中国 那个国画里面的最高境界 那你每天去看 每天去模仿 每天去想 因为这里面凝聚了很多精神的东西 异象的东西 心象的东西 浪漫的东西 境界的东西 底蕴的东西 这些东西太多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抽象的那种东西 八零五也是这样 八零五这种东西里面 不是用诗语写的东西 而是精神形象化的东西 属于诗的语言 属于诗性美的范畴 那么在这种诗性美的范畴里面呢 我们又提到一个概念 我们到这里来展开一下 这个概念叫心灵驻留时间 我们刚才已经到了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意思了 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说八零五啊 卖票卖的这么贵 六百块七百块一张票 你还要去看 是因为它在你内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你心灵中具有一段叫做心灵驻留时间 没有心灵驻留时间 你就不会再去了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呢 为什么会有呢 是因为它美好 它有回味 它代表了真善美的一面 所以人的天性里面呢 就是有一种亲近真善美的东西 人很愿意亲近真善美 很愿意进入童话世界 很愿意进行真空的世界里面 去体验那种真善美 因为它这样的东西 你越亲近 你对它有感情 你就会去看八零 这种东西有点和人谈恋也差不多 你被那种真善美的吸引 你就把它当成爱人 结果你就和它结合 是不是它真善美的东西 那么假如它给你的全假丑恶的东西 那你怎么样 你就很难受 你就让离开一下躲开 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了两种东西 心灵驻留时间的本质是什么 是动心和动摇的对峙 心灵驻留时间 就是动心和动摇的对峙 但它因为展现了 视线美 或者展现了 它的那个真善美 你就动心了 是不是 人类实际上是很把握不住的一种 软弱的生物 一看中真善美就动心 除非你经过特殊训练 真善美你也不动心 艺术家特别容易动心 特别容易把握不住 特别容易出轨 为什么 其实他们特别愿意和真善美的东西去结合 所以你一个人只要持续不断地给他真善美 他就要动心 当然他们因为专业受过那个 你们得读到博士了 专业受过那个叫什么 受过那种叫做审美的训练 所以你们对假丑恶的东西特别敏感 像我们这种学历史的基本上是和假丑恶打交道的 战争啊 瘟疫啊 人类灾难啊 那个什么杀人啊 我们就继续去报告 所以我们对假丑恶已经 已经什么见怪不怪了 我们有很强 很坚强的承受能力 你们没有啊 所以你们一看到假丑恶的东西就什么 就难受 就动心 就动摇 就动摇 所以我们这么说吧 那个当那个动心那个战上风的时候呢 那么爱情就要升华 那么当那个动摇战上风的时候呢 那就是爱情的毁灭 八零五的毁灭 怎么样啊 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啊 差不多 所以我们又从那个私信里面 已经提炼到一个很高的哲学层面 叫做心灵驻留时间是怎么回事 就是动心与动摇的对峙 那么再来提个概念啊 从私信美里面呢 这种东西我们看 是不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啊 那个时候你买个生理啊 买个苹果啊 中外吃什么盒饭啊 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你也被一种精神的魅力所吸引 在那种很纯洁的深层的感情里面 去寻找你的归宿 你对真爱真情 对动心的那些真上美 表现得特别的美感 特别的特别的那个敏锐 然后对那个甲丑儿的东西 表现出特别的痛恨 在这种时候呢 你心中往往会产生这种悲剧感 因为你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艺术家的撕裂感 一天到晚在舞台上表现什么睡美人啊 海的女儿 但没有一个芭蕾舞就叫海的女儿 只要海的女儿可以排一个 然后一会儿要当仙女啊 一会儿要当那个葡萄夹子 葡萄夹子 反正你觉得自己又是皇后又是仙女 又是睡美人又是公主 突然之间也回到家里 一大堆衣服都没洗 昨天吃的饭碗都没洗 饿恨感 动心动摇 产生悲剧感 郁闷是吧 所以你们经常要心情不愉快 要郁闷啊 要痛哭啊 我最怕眼泪对吧 有很多人特别没事情要哭 但一个人没事情也要哭的时候 历史学家是很看不起他们的 一个人没事情居然还要哭 那对吗 没道理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眼泪 虽然不能说是恶语的眼泪 也是他们艺术家的眼泪 艺术家的眼泪就是他们的悲剧感 芭脸物用来表现他的悲剧感的那种方法 或者他用私性美来表现他的悲剧感的方法 他是要把一个东西提升到美的极致 再把它摧毁 明白吗 这就是他的奥秘 全部奥秘就在一起 一个东西呢 首先我们这么来说 是悲剧有利呢 还是喜剧有利 哪个深刻 哪个能动心 悲剧有利 所以芭脸物本则上是悲剧的艺术 你们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们真是跳舞的 真是那个芭脸艺术家 你一定懂得芭脸物是一个悲剧的艺术 很多艺术家都是悲剧的艺术 很多艺术家在演奏之后痛苦不堪啊 上节课不看 看那个映城中到我们这里来表演 到俄罗冈大学来表演 不是觉得他脸部表现非常痛苦啊 但是他表现的东西很美啊 阿斌写了一句恶福的那个读者叫什么 恶泉应悦 肯定很美啊 很苦啊 本质上也悲剧啊 是不是啊 杜芙写了一首诗叫什么 出门九楼臭什么 路由动识国 然后那个李白写的是更多了 什么俗道南 南欲上青天 不是在骂人吗 是不是啊 艺术的很多极致的那种打动心灵的东西 它是一种什么 这种悲剧美 不完全是喜剧美 悲剧美是怎么造成的 是提炼你的精神性 不是提炼你的身体性 到完全进入到纯精神的领域 哪有身体的位置 那个则指向一驴什么 人像风神帮里所说的 一驴精魂 直向那个什么 上天从学 一驴精魂 人的一驴精魂 不仅已经完全的化用为碟 而且化为一驴精魂 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激动 你去追随 你去思考 你要比较一下 我上去和也说过这个话 我上去和也说过这个话 就是说一个天鹅死了 你很遗憾 如果那个天鹅是非常美丽的天鹅 你里面完全能够表现出 人性美 天性美 什么古典美 自然美 所有的美 集在一起的那个天鹅 把他已经弄到了 人的美的极致 再叫他死亡 而死亡还要 参动的死亡 不是要把苏曼的那种什么 天鹅这种东西 让他慢慢的死 各种动作又美的死 又牙的死 死的时候你难过 鸭子之死呢 苍蝇之死呢 你总不难过 是吧 所以我们说呢 假如那个天鹅长得和鸭子差不多 你会 或者他不把他提炼 这里 我们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很敏感的问题 三层东西了 首先是个鸭子 当然我们不要用苍蝇的吧 太没劲了 只像这个鸭子 其实这是一个和鸭子比较类似的天鹅 不叫野天鹅 还有一个是芭蕾舞里面的白天鹅 特别特别的美 你说这三个东西哪个摧残起来 你比较心中 心中会难过 当然这种东西 他把它提炼为极限 再把它摧毁 然后能够产生悲剧感 八雷五的所有的那个八雷的悲剧感 基本上分四个步骤 第一呢就是美好的东西的展现 第二呢出现大的危机 第三个是出现一个黄子叫拯救 第四个叫做结局 一般这个事是不全 是不是真是不全 所以美人很好啊 长到十五岁之前都很好 突然十五岁来了 碰一个纺锤 于是就完蛋 危机 然后呢 又出现了什么 又出现了一个拯救 拯救是靠真情和真爱来拯救的 然后呢整个苏醒 整个城市苏醒 所以美人苏醒 是吧 仙女也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人的性格 人的人性里面一些生成的东西啊 说出来是很简单的 我把那种最敏感的那根弦给 不动了以后 人是 遇生不能 遇死不能 遇霸不能 那个很难受的 就在这种又兴奋 又痛苦 又美丽 又焦虑 又可以言说不可意会的情况下 你去体现出私信的美 然后你想 私信的美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读历史的人就要这么说 要走万里路 什么读万卷书 沉浸上海 对吧 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人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叫你曾经常常 你必须想象 生活的正常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一帆丰盛 你知道这里面是这样 你如果要打一个老虎 你一到森林里面 一下子被你捉住一个老虎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 对吧 有时候现在不是说 我们要去找野人吗 神龙家找野人吗 正因为他找不到 所以大家很开心 真找到了没劲了 对吧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难很难 你不断地去探索 不断地探索 如果正给你说 老虎跑过去 他就 你说我要找老虎 老虎就自动跑过来了 你有什么意思 你就没劲了 对吧 所以人就是在这种挫折的 那个 那个 发展中呢 一层一层地进入 私化 我们叫私化 精神化 刚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 只敢 用他的直觉 马上去体会一些美好的东西 然后就是挫折 在挫折中 他才能够真正懂得 美丽东西的宝贵 我们人不是这样的吗 一个人平时对你很好 你是不把他当人的 是不是 尤其女性艺术家经常这样 人家一个男性朋友 对你特别好 你就特别不把他当人 突然之间呢 他又离开你了 你就回味了 然后看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人真不错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这么坏呢 就是 在身边的东西不珍惜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对美的一种 动心一动摇 第二点 你把它升华了 升华是什么 升华是距离产生美 距离产生爱 每天和你在一起 你一定不感觉到他伟大 突然之间他跑掉一个 跑走了 你那个时候要回忆了 你要进行儿童印象的思考了 那个时候你要提炼了 你是想你要遭受挫折了 然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挫折阶段 挫折阶段的时候 挫折阶段是很难说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像那个男孩也不好了 但是由于你挫折以后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极致美的东西 极致美的东西是很难 因为这个想我想去 哥德的故事 哥德不是写过一本什么 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是有一个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吗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喜欢以后就为他 那个欲识欲狂的 世人都要爱 都要有个精神恋爱的对象 未必他真和他这么年 但是后来 由于他写了这部小说 哥德又成了一个大诗人了 后来有个包子说 那那个人应该来找找 那个人也真的来了 知道吗 后来在哥德老年的时候 他又来了 住在一个旅馆里 哥德怎么也想不及 这就是少年的时候 对他动心动情又动摇的人 对不对 明白吗 为什么 这里面的差异是什么 是这个女性变丑了呢 变老了呢 还什么 还不是 而是这是一个心理酝酿 心理升华 心理勾施的一个诗化过程 天下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录诗的 但是他一旦录了诗以后 他就增加了 放大了一千倍的美感 结果呢 那个人再看到一个实际人物 觉得他不录他 一个人遭受 一个人特别饿的时候 你给他吃一般的东西 也是很好吃的 一个人特别苦的时候 他想象的却是特别什么 特别美的东西 越穷的地方 他那种想象力的力度越强 那中国人经常有两句话 说一研究学问就是什么 要当诺贝尔奖金 一当士兵就是什么 就要当将军 当然我这个理想 这个很很可观的 也是很可贵的 但这个想象力 都是过过头了 是不是过头 有点过头了吗 因为他往上的百分之三十 是很崇高的 想象出来的 然后如果一个社会是 没有这么 不是发展的国家 发达国家有些人 你问他 他说的东西 都是很实际的 也很熟的